246 文匯報 主禮夏令營畢業寄予培養貢獻祖國精神特首預港精寵義務奉獻 2015年7月27日《重要新聞》 A04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陳文華、鄭志祖 第十一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結業典禮昨日在解放軍駐廣報隊粉嶺新圍軍營隆重舉行 特首兩真英指出 香港社會談個人、權利、爭取的多、談群體、義務、奉獻的少 他呼籲香港青少年凡思 擁有個人權利也要履行對群體的義務和奉獻 寄予青少年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培養服務社會 貢獻祖國的精神 譚本宏、戴德楓、宋宇安等主禮第十一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結業典禮昨日舉行 主禮嘉賓包括梁振英、解放軍駐廣報隊司令員譚本宏及副司令員李維亞、 全國政協常委、盧偶資源中心會長戴德楓、外交部駐港府特派員宋宇安、 特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中聯辦青年部副部長李繼兒、 入境事務處處理處長曾國慧、懲教處處長邱子超、 第十一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主席道家驅等 典禮以學員精彩的力隊表演開場 三名升旗首在軍樂隊的伴奏下 將五星紅旗隨隨升起 二百六十名學員訓練有數、步伐整齊 以精彩的力隊表演及軍體拳回報表演 向現場嘉賓及數百名學生家長展示十五天的軍訓成果 為歷時十五天的軍營生活或賞員滿句號 針對反對派近年以拉布和非法佔領等行動鼓吹個人利益 損害香港核心價值 梁振英在典禮上向在場近三百名年輕學員發言時指出 很高興能出席夏令營結業禮 見證各學員努力的成果 他說,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為香港青少年提供難能可貴的機遇 讓學員體驗軍人生活、磨練意志、鍛煉身體 軍事夏令營已經有十一年歷史 培育了超過二千二百名香港學生 提供了學校以外的寶貴學習經歷 成效顯著 他感謝勞友資源中心的策劃 解放軍駐廣部隊的全力支持 及教育局人員的努力 他俗說,學員在受訓的十五天 接受了駐廣部隊的指導 學習了基本的軍事知識和技能 通過嚴格的紀律訓練 學習治理、服從、團結、克苦和堅毅的精神 更體會到以個人紀律配合團隊工作的重要性 探小講奉獻多談個人從爭取兩真英特別提到 香港社會談個人的多、談群體的少、談權利的多、談義務的少、談爭取的多、談奉獻的少 今年夏令營的主題是權利和責任 學員認識到個人和群體的關係 反思個人在擁有權利的同時 應該履行對群體的義務和奉獻 透過與多位專業人士的分享 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培養服務社會 貢獻祖國的精神 他又相信 學員在這十五天所學到的 一定縱身受用 希望學員在離營後 能與其他青少年分享營中所見 所思 所聞 並繼續努力奮鬥 為建設強大的祖國和泛榮穩定的香港作出更大貢獻 劍風須磨麗談本弘免團結並博談本弘致詞向順利完成各項訓練和學習課程的學員表示衷心的祝賀 他以保健鋒從莫例出梅花香治虎寒來總結學員半個多月的黑虎訓練 十五天前 同學懷願於M夢想來到軍營 在此完成體能、隊離、軍體拳、逃步行軍、激光無以對抗等科目的訓練 聽取得欲講座、接觸駐軍武器裝備、觀看文藝演出、開展普通話演講比賽 中藝晚會等豐富多彩的課與活動 與同學、督導員、教官招職相處、團結協作 不僅收穫了珍貴的同學之情、戰友之外 更掌握了實用的軍事技能、培養了堅強不適的意志和努力拼搏的團隊精神 及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別將為日後成長奠定良好基礎 道家驅在致辭時表示 相信學員經過十五天黑苦訓練 一定有所成長 夏令營的一系列磨練 不僅使學員在體能上獲得鍛鍊 也同時磨練出堅強的意志 培養出堅守紀律的品質 學員更學習到克服堅藝和團結的精神 使其勇於面對挑戰、克服困難 從各方面裝備自己 為建設香港 報校祖國做好準備 香港青少年軍事下令營由解放軍駐廣部隊 勞偶資源中心和教育局合辦 包括本屆學員在內 至今共有2285名學生參加 此次下令營的260名學員包括150名男生和110名女生 為來自本港中三至中五的學生